接著帶來一件不幸的消息 南投仁愛鄉公所人員在前往德陸古村 驗收農路改善工程時 因為農路灣區狹窄不易行駛 造成工程車輛在倒車的時候 不慎翻波了翻落了邊波 也造成一名公所建設客的計势傷重不治 南投仁愛鄉公所建設客計势 在跟開車的工程顧問公司人員 在今天上午要前往驗收農路 不慎翻落4公尺高的邊波 計势被彈出車外之後 又遭到了車輛重壓 傷勢相當嚴重 教護人員趕到後將計势緊急送醫 但仍是無力回帖 而另一名開車的顧問人員 則是受到了輕傷 詳細的造勢原因 由警方進一步調查釐清